杜夏尔多夫 市中心 杜夏尔多夫 人家12点就关门了 终于把护照换完了 这是传心的护照 不是老有人怀疑我是不是中国人吗 我是中国人 为了证明我没有拿着你的护照 两本 漂亮的新护照 听说这个护照入境越南 好像是要贴一下什么 连长 我靠 我咱俩 这回好了情侣 他说他要吃包子 压超的包子 顺便再给铁锹带两个回去 出发 我们都已经从屏城上出来了 这个人没戴墨镜 叫他平时老滴滴滴滴滴滴的 我们正在开楼 楼太多了 感觉相让人进城看都看不过来 好高啊 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是北京来的 居然是膜拜 简直跟北京一模一样 虽然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太搞笑了 这里居然有膜拜 但是好像 很屌的样子 好像得往这边走 吃什么呀 等会 不港肠吗 港肠呀 谁敢说自己不会在杜赛匿路 我是不会在杜赛匿路 对于杜赛 对于我来说比北京都熟 北京按摩东西 杜赛有很多的韩国人 日本人 然后中国人 中国人其实最多的 说来说去 虽然这是欧洲最大的日本人 聚集地 但实际上这只有八千日本人 韩国人也只有一万人 中国人也三万人 所以说是这儿的日餐特别多 但实际上这儿还是中餐特别多 中国人开的日餐也特别多 到处都是卖 或者瓷器 这石器好漂亮 什么东西 石器 什么叫石器 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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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是什么 日本用石器 路马路 这条路是日本街 这地方全是亚超 韩超 日超 尼克国家就是 永远不能再结婚 有我没他 有他没有我 像走在日本的街头 买茶 书店 这是我们今天目的地 有各种各样的炒饭 然后点心 这店是香港人开的 老字好 你在干嘛 刚摘帽子弄掉头 豆浆和可乐 天啊这世界太小了 我们刚才在食馆去顶那个护照的时候 碰见了一个姐姐 然后她居然也来这吃饭了 路菜这么大 这么多馆 天天都来这里 而且我们几乎是同时间都来 我点了牛肉茄子榜 配米饭 呜 南部的萝卜糕 这萝卜糕特别清水 果然是很久没吃了 嗯 非常酸 炸的味特别足 太好吃了 我觉得我以后要爆炸了 吃光光 我豆浆还没喝完 太甜了 豆浆 吃完了 怎么样这一顿 我觉得我肚子瞬间就长大了一半 然后价钱也 也不对 跟在香港吃一顿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其实可能跟在北京的港茶吃一顿也差不太多 重新练酒吧 这个人吃了一个杜白 然后还要开车过去 我说开车过去 他说要走 一点也不香 你开车吧那狗 瘸了吧那狗 太逗了 超级马力了 救护车 这为什么 有那么多辆救护车过去 这狗狗怎么回来 可能今天是 太热中暑了 这个看着不错 这个我是知道的 贵妃按摩院那种 万里香 我们平时来都是周日 很少很少平时来 平时要上班 哪边又是日本店 日本店真的好多 国王大道 这是原来欧洲特别牛的一条街 但现在不太行 因为原本是好多的 就是特别好的大盘 有点类似巴黎的乡街 现在也是 现在也有很多大盘 那就是这些大盘 不是那么新鲜 原来还是很新鲜 这是杜塞最主要的一条商业街 这是杜塞尔多夫的市政府广场 每一年的狂欢节的游行车要从这过去 蓝银河的边河上有好多的船风景比较好 就是监狱二太山 这地方最好来的时候是黄昏 黄昏如果你来 你能看见远处的西洋灯塔 现在是个博物馆 这种游乐场都是临时的 他们走街串巷子 过街 过山车 还有摩天轮 傍晚来呢 你能看见天上是红的 火红的一片 就是今天实在有点日落 现在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对 最应该吃一个冰淇淋 或者喝啤酒 底下哥们儿全是啤酒 但是肚子实在没有地方 我现在看到吃的都不恶心 是 吃实在太扯了 这个码头是平时的游船 然后因为莱茵河是联通了好多大的城市 你可以一直坐这个船 往下游走 往上游走 这边是下游 去荷兰 就是柳不住海口 这边是科隆方向 这个船呢 平时船票大概12到15块钱一张 这是售票亭 然后有的船上带晚饭是25 大概40分钟左右就到了科隆 今天实在太热了 今天的Vlog就到这儿吧 要回家了 干杯 干杯 出发 到第三个啊 行